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的子弟兵林涛 昨天请辞文传会主委 宣布投身桃园市第一选区市议员出选 他今天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召开记者会强调 自己虽然是云林子弟 但也是桃园在地的女婿 请辞主委就是为了坚定展现参选 及深耕桃园的决心 昨天我也向朱立伦主席正式请辞文传会的主委 要来展现坚定参选及生耕桃园的决心 说到桃园跟我最大的关系 包括我妈妈的家族三代都在桃园的夜市经营小型的餐饮业 包括我的爸爸 我的岳父都是中原大学的校友 在桃园居住了非常多年的时间 我的岳母的家族就定居在桃园区 所以我就是云林的子弟桃园的女婿 整个桃园的发展 要看到另外一个跟我关系最深厚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他是前桃园县长 定定了桃园发展快速的基础 过去他从立委时间到县长的期间 为了桃园的发展定下了一个非常深厚的基础 我身为一个32岁的年轻的爸爸 有一个4岁的女儿 又身为一个朱立伦前县长的幕僚 在受了美国康乃尔大学硕士的训练之后 我觉得年轻人就是要为年轻的责任 年轻的城市扛起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